甄嬛传中,梅姐姐同温太医恩爱缠绵一个晚上,外面的太监以及宫女怎么不去告密? 梅姐姐因甲运风波看清皇帝嘴脸后,她开始跟刚入宫时的甄嬛一样皮虫,还爱上了新鲜照料她的温太医。 不过,这件事情一直没有被捅破,直到太后送来一壶暖清酒,两人才有朱胎暗结的机会。 那么,温太医当天晚上跟沈梅庄行周公之礼,远比凌云峰的甄嬛和果郡王处境更危险,为何没有人发现? 众所周知,沈梅庄前妻在皇宫可谓恩宠不断,是华妃以及皇后忌惮的劲敌。 但自从沈梅庄被陷害甲运一世后,她对于皇帝一直是不冷不热的态度,后来为了稳固家族势力,在后宫更容易生存下去。 沈梅庄选择抱紧太后的大腿,自此她开始走甄嬛前妻必宠的路线。 太后很心疼她,总是劝沈梅庄去讨好皇帝,但沈梅庄一直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这一天,皇上路过岁宇轩,突然兴起去和沈梅庄吃个便饭,其实她是有意跟沈梅庄和解,可沈梅庄一直低头不语, 也是这个时候,太后得知皇上要留宿在沈梅庄那里,她大为欣慰地送去一壶暖清酒。 皇上看到酒,还准备跟沈梅庄喝两杯,但沈梅庄依旧一副不咸不淡的态度, 皇上一时间觉得沈梅庄太过无聊,落下一句,等她想清楚了再去看她。 沈梅庄没有挽留皇上,她一边打发丫鬟太监出去,一边拿起暖清酒自顾自地喝起来。 也许她心中太难受,沈梅庄不由喊出了温时初的名字, 贴身丫鬟采月从门外走进来,询问她是不是换自己做什么事情, 结果沈梅庄不搭理她,依旧自顾自地喊着温时初。 采月听到后惊慌又害怕,想上去夺走自家主子的酒杯, 劝沈梅庄不要喝太多,沈梅庄却恼怒不已, 抱怨整天清醒克制没用,她就要醉上一回。 然后,嘴里又唤起了温时初的名字。 采月清楚了沈梅庄的心思,她立即表示去请温时初来。 这个时候,温时初正在和徒弟魏林挑选药材, 太监突然急匆匆赶来,告知温时初, 惠嫔娘娘喝醉了,需要她送一些醒酒汤。 温时初一听碎雨转出了岔子, 立刻放下手里的魂准备前去, 魏林见她着急离开,也就主动请鹰去计温时初进宫的时辰。 温时初说不出一个时辰就回来,不需要魏林记, 接着呢,便赶赴岁雨轩。 分析沈梅庄和温时初春宵一刻的剧情, 外面的太监和宫女为什么不去告密? 首先我们要清楚, 梅姐姐和温时初春风一度的剧情中, 温时初并没有在碎雨轩待了一个晚上。 温时初不是傻子, 她占有皇帝的妃子, 可以说是会被砍头的大罪, 怎么可能安心待到第二天清晨再回太医院? 所以说, 她跟梅姐姐睡了一觉, 但绝对没有待整个晚上, 她应该是趁着夜色离开的。 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看, 知道两人缠绵一夜的人有哪些? 第一个是彩月, 作为沈梅庄身边最贴心忠诚的丫鬟, 彩月格外心疼梅庄在宫内的生活。 同时, 她很清楚沈梅庄早就新手温时初, 取因身份, 不能也不敢跟温时初挑明的情况。 为了让梅庄开心一些, 彩月才会大着胆子派人找来温时初。 等温时初终于来了之后, 彩月去煮醒酒汤没有回归, 就算回归, 她听到屋内的动静, 也只会安静地驻守在外面。 至于门口守候的太监宫女, 彩月察觉到沈梅庄情绪不对, 肯定会找由头打发其他人全部出去。 因此, 真正清楚温时初和沈梅庄 带了整整一夜的人, 只有她。 彩月对梅庄是一心一意, 定然会将此事埋藏心中, 根本不可能会去告密。 第二个可能知道两人猪胎案结仪式的人, 是太医院魏林。 温时初进宫前和魏林交代过, 说不出一个时辰就回来, 古代的一时辰, 降到于现在的两小时。 温时初到孙宇轩后不久, 饮下暖清酒后, 情不自禁跟梅庄春风一度, 事后她匆匆离宫, 当天的天色应当是黑漆漆的, 算上进出宫的时间, 温时初最多也就耽误两个时辰。 或许魏林心中有些疑惑, 但她身为温时初的徒弟不会多说一句。 既然知情的两人闭口不谈, 那么温时初和沈梅庄春风一度的事情, 也就减少被传出去的风险, 告密的人也就根本不存在了。 再则, 穗宇轩本就偏僻, 温时初这要小心一点, 很少有人会发现她去过。 何况, 当时的沈梅庄全依仗太后, 在后宫根本不得皇帝重姓, 她相当于是个被厌弃的妃子, 后宫根本不会有多少人 把目光放在她身上, 因此, 两人的事情就很容易被掩埋下去。 沈梅庄和温太医朱胎案结, 为何没有人发现, 这其中究竟有何内情? 既然两人的身边人不会说出去, 再加上穗宇轩偏僻的缘故, 他们被人发现的概率很低。 当然了,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当时温时初是专门负责 跟沈梅庄诊治的太医, 她去穗宇轩见沈梅庄, 可以说是名正言顺, 虽然诊治的时间长了一点, 但只要没有人细细去探查, 很少会有人怀疑两人的关系。 而且, 温时初去沈梅庄请宫这件事情, 没有记录档案, 当时她的徒弟为您帮忙记录, 温时初明确拒绝, 表示去一去就回。 根据清朝当时的规定, 太医如果晚上要进后宫诊治嫔妃, 必须明确记录出诊时间, 但温时初留了话, 她的徒弟也就不会帮忙去记录下来。 因此, 就算温时初在岁宇轩待的时间非常长, 但岸上没有她去过的记录, 那么就没有确切证据能证明她待过岁宇轩。 两人的事情没人发现,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那就是, 沈梅庄是官缓之家, 她是家族精心培养出来的大家闺秀, 常年在诗经, 梦子, 左传的熏陶下成长, 被儒家学派的思想潜移默化, 不管是言行举止, 还是才情性情, 沈梅庄都堪称一等一的优秀。 如此出类拔萃的女子, 所有人初次见她都感觉得到, 沈梅庄家教绝对是严格的, 因此, 谁都不会想到她会做出跟太医朱胎案结的事情。 并且沈梅庄的性格也不会像做此事的人, 沈梅庄的性情是内敛的, 她在情感方面很懂得克制, 无论是跟自己的母亲相处, 还是和皇上皇后, 以及和安玲戎等妃嫔, 甚至跟太后的接触, 她所呈现出来的情感, 向来温和平静的。 或许刚进宫的时候, 她因喜欢皇帝, 显露过几分小女儿家的娇羞, 但经历华妃的算计, 看到皇上的薄情寡义后, 沈梅庄的情感渐渐变得内敛起来。 除了好姐妹甄嬛, 沈梅庄对任何人都充满疏离气息, 以至于其他人也对她的感情不怎么了解, 也就不太注意她对温时初的感情。 即使如此, 外面守候的宫女太监, 就算经常看到她跟温时初接触, 也很难往她喜欢温时初上判定, 更不会想到两人竟然会珠胎暗结。 纵观沈梅庄和温时初情感戏的发展, 她从一开始强忍爱慕之心, 恪守礼节, 跟温时初相处, 到后来日久生情, 默默守候温时初。 沈梅庄对温时初的情感是愈来愈强烈的, 不过, 她愿意保持距离和睦相处下去, 奈何太后送来的一壶暖清酒。 这壶酒没留住皇帝的心, 却让她讨住温时初的心。 可惜的是, 她终究是皇帝的女人, 注定跟身为太医的温时初没有好结果。 真是天意弄人。